哈囉大家 我們今天有新玩具可以玩 這個是一個泰摩的小I冰滴咖啡壺 這個是廠商在我最近一次跟他們進貨的時候 夾帶在那個箱子裡面的 是因為有一次啦 我就跟他們聊天的時候有聊到說 就是我一直以來對他們的冰滴壺還蠻喜歡的 就是我覺得他的結構設計 他可以很簡單的讓所有的使用者都很快的去理解怎麼去使用它 然後可以讓原本已經很會用冰滴壺的人 就是更方便的去調整冰滴壺 他們可能聽到這句話就覺得機不可思啦 就直接夾帶了一組來給我玩看看 然後這一次他們有特別講 就是他們可以提供我們頻道一個名額的抽獎機會 其實他本來是想要提供更多啦 但是我就想說就隨便開個箱 一個名額就好 那抽獎的辦法我會在影片最後才公布 以免你們不想要看影片 那一定會有人在留言區去留那個時間碼就算了 好反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玩它 那這個冰滴壺其實我已經打開過了 我已經開起來洗過了 因為我們等一下就要直接來使用 打開之後呢 它的箱子其實做的蠻小的 這個箱子蠻小的我很喜歡 就是你在寄送的時候啊或者是存放 甚至是說我從店裡面騎摩托車把它帶回到家裡的時候 都蠻輕鬆的不會造成負擔 那裡面就是用那種發炮的墊子去墊著 然後這個是我剛剛拍影片前拿下來的 整體的保護還算是不錯 可是冰滴壺這種東西就是比較脆弱啦 就是如果你們在買冰滴壺的時候 就是拿到的時候是有瑕疵的 你們一定要趕快跟賣家反應 那這個部分呢其實我最喜歡他們的冰滴壺的地方 最主要是因為這一個調整的旋鈕 因為其實他們的東西是蠻久以前就出了 好幾年了 對然後我覺得當時的冰滴壺的調整 像我之前有一個韓國的冰滴壺嘛 就是它的調整是從底下這邊有一個旋鈕去調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是滴的過程之中流速變慢了 我要去調整就會很麻煩 因為你必須要在它滴到一半的時候 把它拿起來這樣調 然後可能會弄到熟 或者是說你會去影響它的冰滴的過程 雖然說我覺得影響不大 但是就是麻煩 可是他們這次的冰滴壺 它的旋鈕是坐在外面嘛 那除了坐在外面之外呢 它有一點類似一個水龍頭 這上面有刻度嘛 你可以從小條到大 那它很好理解的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以前的冰滴壺 其實有點像實驗器材啦 就是它是利用一個 一個好像是中間有一根東西 然後旁邊是矽膠 然後利用這種旋轉的方式來決定它的流速 可是有時候你的調整就是會變成說 比較靠運氣 因為它不一定是一個線性的調整 就是說你今天從零調到一半的時候 它可能流速會變快 可是你在往大的方向調 往一個方向調 它就會變慢 就會變成說 你很難去抓到那個 到底是我下一次這樣調 它會變大還是變小 那這個呢它是直接做一個 可以讓你轉大概快要一圈的一個調整旋鈕 就是你從這邊開始調 它現在是鎖緊的 鎖緊它不一定會再零啦 因為矽膠的那個彈性 所以它可以這樣轉到這邊最大 我覺得其實這樣就很直觀 就是可以讓消費者很容易去理解 那這次它還有附一個這個是我開起來之後才發現 比較意外的就是 這個是他們說是一個防止堵塞的網子 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們喜歡上面塞滿一大堆冰塊 那些冰堤壺底下有一個洞 它是透過那個洞流下來的 有時候可能你的冰塊會去塞在那個洞 剛好冰塊的角角去卡在那邊 然後可能會影響流速者 所以他們就給你一個網子讓你放上去 那你就不會被它塞住 我覺得算是一個 其實它不附不會怎樣 可是既然他們有發現這個問題 他就做一個周邊的產品把它解決 我覺得這個是我蠻喜歡泰摩的一個地方 就是他們會很努力想要去讓消費者的體驗變得更好 這個是我在他們近期的這些產品裡面看到的 那底下這個呢 這個就是它的粉杯 其實像冰堤壺啊 就是現在市面上其實很多冰堤壺 而且很便宜的都有 只是這個粉杯的結構是我蠻重視的啦 就是有一些比較便宜的粉 就是冰堤壺呢 它的粉杯會做得比較寬口 那這個會做得比較薄齁 所以其實它的有效的咖啡透過的路徑很短 而且其實如果你沒有適當的擴散了一個媒介的話 比如說放一張濾紙啊 它的粉其實外圓啊 再寬的話它外圓的上半部 其實萃取的效果是很不好的 所以其實在買冰堤壺的時候 我覺得除了我剛剛說的這種使用的東西 方不方便以外 這個粉杯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那底下就是一個簡單的 玻璃材質的一個下壺 那我們今天就來使用它 然後應該是明天才能試喝了 我們先來把該拆的東西都拆掉 它這個濾紙好像是送你30片吧 應該是30片 先丟這裡 其實有時候我的那個咖啡渣桶 就是我的八台垃圾桶 有時候八台的一些東西都是直接先丟進去 這裡面沒有寫 它包裝上好像沒有寫幾片 但是我感覺不少就是了 因為這個蠻薄的 這個是等一下我們磨好粉的時候要放上面的 然後現在比較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來磨咖啡嘛 今天來喝新的豆子 這個一樣是樣品沒有賣 我自己烘好玩的 伊索比亞的耶加雪菲 不同的跟現在有賣的處理場不太一樣 算是廠商寄過來的 那其實做冰堤我蠻喜歡用耶加雪菲的豆子 因為其實喝起來會很清爽 在夏天的時候 我覺得很適合喝冰堤的伊索比亞 那如果條件許可一點 你可以試看看用伊索比亞的液劑去做 那如果條件真的超級許可的話 我覺得你們想要用那個 巴拿馬翡翠莊園的競標Gasha 我也是不反對啦 反正不是我在出錢 那我們就把豆子磨一磨 冰堤的研磨度 我通常都是使用手沖的刻度 就是一樣我不會去調整 那如果說你想要有不一樣的調整 我覺得冰堤的特性它時間比較長嘛 雖然說溫度很低 可是時間長再加上它是 從上到下的一個沖刷的萃取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稍微調粗一點點沒關係 我忘記一件事 就是水洗的伊索比亞銀皮超級多 我現在都不敢用力拍這個 因為拍一下它整個皮就會噴飛 反正我們等一下就是把它放著 然後冰堤其實麻煩的 不是它底下的粉杯的流速 它其實最麻煩的是那個 上面那個旋鈕水龍頭的流速 所以這個銀皮可能就沒有關係吧 那大家在做冰堤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需要注意的是 你會覺得說冰堤糊 它的粉杯那麼大 為什麼我們只要放這樣 是因為我們等一下 這個是乾粉 那你在萃取的過程之中 它的粉吸到水之後 它會漸漸的膨脹 會膨脹起來 所以你要留一點空間給它膨脹 不然它到時候會整個往上衝 然後會去往外跑 或者是說去頂住這個出水口 就比較麻煩 那有些人會主張 就是冰堤你下去的時候 你可能先用冷水把它上面淋濕一圈 那如果說你今天想要淋濕的話 我會建議你直接用冰堤糊的上壺去淋 因為如果你用手沖壺 它那個水不是很好控 就會比較麻煩 我們就先來把它淋濕好了 然後其實我自己 我自己在使用冰堤的時候 如果有濾紙我就不會 我就不會做這個動作 因為濾紙的擴散其實已經不錯了 只是他們是說 可以讓它預先膨脹 然後讓你看起來 讓你可以預先知道說 它整個粉層看起來歐不OK 不OK你可以馬上去做修正 我是覺得沒差啦 就自己家裡面喝 然後整個淋濕了之後 淋濕一圈之後 你們可以看到它上面就是濕掉了 然後你再把這個濾紙給塞進去 那濾紙塞進去的方法呢 就是進去之後 盡量你稍微手去碰觸它 然後從旁邊看 看有沒有平 這個其實都是一些小細節啦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你沒做 它其實影響不大 但是既然要做 我們就全套把它做好吧 好那接下來呢 就是各個流派比較不同的地方 我其實對於冰堤 我一直不會把它說是冰堤 我剛剛冰塊拿出來有點久 我用手自己加 不要生氣 魔人不要生氣 好 我一直覺得冰堤應該是 直接叫做冷萃 低溫萃取就好 但是現在冷萃好像被拿到 另外一個東西去了 就是那種 泡在裡面隔天再過濾的那種 因為其實 我後來有發現一件事 就是冰堤的萃取 它雖然說 你在室溫可能25-6度 27-8度這樣萃取 跟你在冰箱可能5度這樣萃取 其實溫度差了蠻多的 但是我覺得 我們現在比較流行的冰堤喝法 是喝一個 算是它的發酵味吧 所以其實你如果在 常溫萃取的時候 比如說像是20幾度 萃取的時候 其實它的發酵味會比較明顯一點 那這個可能就是 大家要自己去試看看 你兩個都試看看就知道了 那我自己是因為有時候 冰箱裡面的東西很多 所以 我不一定會把這個東西 丟到冰箱 有時候就是 我冷水 冷水放著 然後讓它這樣滴 反正我如果會放這個的時候 我人大部分都在加 那它滴完的時候 我就來收掉就好了 也不會說有一個 常溫放太久的問題 那調整速度呢 我一般的話會建議就是 你可以試著去從 每10秒5滴 到每10秒7滴 這個速度去調整 那當然你熟悉了之後 包含你自己熟悉的咖啡豆的特性之後 你可以去變速 這個都沒有關係 只要不要太快 它基本上味道都還不錯 那 10秒5滴大概就是 每2秒滴一次嘛 這個其實 就是我們會講 10秒幾滴是比較 通俗的一個用法 讓大家有一個統一的 一個分母的尺度 然後我們就比較好去 對話 好那大概是這樣 然後冰滴有一個 特性 有一個 我剛剛說要講的特性 就是說 其實冰滴壺 它會因為你上壺的水位 你上壺的水位高的時候 因為有一個水壓的問題 就是比較理科的部分 有一個水壓的問題 所以在一樣的 一樣的 刻度下 它的流速會稍快 那所以你調到 你直接滴到最底下的時候 它的流速 隨著這個水位漸漸降低 它的流速會變慢 所以 我才會非常喜歡 這一種的調整方式 因為你可以直接很清楚的知道 你現在要往快的方向調 還是往慢的方向調 然後你也不用把它整個拿起來 那稍微半透明的這個殼 是可以直接讓你看到裡面水滴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 其實這一組 它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尖端科技 沒有什麼很厲害的東西 但是 我覺得其實就是 滿符合我們去操作啦 就是對新手比較友善 然後對老手其實都友善 因為 冰滴其實你只要把參數抓對了 沒有什麼新手老手的問題 最主要也是想說 最近天氣比較熱啦 在家裡面做個冰滴 然後你隨時要喝咖啡 你到了就有 你不用再去 開個這一台咖啡機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最近 覺得 老了吧 生命有限 其實 我現在開始連這一台 可能你做一杯美式的時間 兩分鐘三分鐘 我都覺得 是不是還有什麼更快的方法 後來想一想 除非就是你先把它做起來 不然可能就是要喝膠囊機了吧 全自動機膠囊機這一種 好 那我們就先讓它低嘛 然後我們這邊先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次他們提供的一個抽獎辦法 這一次比較特別 本來是想說從我這邊把 贈品寄出 就抽獎的獎品寄出啦 但後來我跟他們協調一下 就是說 那乾脆我就是抽出一組 然後抽出一個名額 然後讓消費者 讓抽中的人 得獎的人 他可以去選擇他要 透明的還是黑色的 因為他們有兩個顏色嘛 那我是希望 抽中的朋友 就是可以得到自己 真正想要的東西 而不是就是 我看這個東西免費 我就抽回來 但是其實我自己 沒那麼喜歡 這個是我自己 比較想要做的啦 所以我其實這一陣子 幾乎不做廠商的抽獎 就是怕很多消費者 其實只是抽好玩的 然後拿回去你也不用 可能就比較不環保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 會抽出一個觀眾 然後你只要在留言底下 留一個 其實我還沒想到 我再想一下 留一個 泰摩冰滴壺 讚讚 好不好 會不會很多 沒關係 這樣才好玩 那我會留一個 範本在裡面 在留言的字頂裡面 然後你們如果有想要留言的 你就直接在同一個留言裡面 把它跟 泰摩冰滴壺 讚讚中間空格一下 再繼續留言 以防那個 就是我們的抽獎機器人 會撈不到那個關鍵字 那我會設定所有的帳號裡面 你不管留100個 200個留言 都會算一個留言而已 為了避免大家洗版 雖然說留言了很多 我們的觀看好像會多一點 但是我覺得還是 正常就好 好不好 那抽獎的截止日期呢 我看一下 今天是我拍的時候 今天是7月15號 我們壓在大概 7月23號好不好 就是大概抓一個禮拜 因為我還要時間剪接 大概是 7月23號的晚上8點截止 那截止之後 我就會抽出來 然後我會放一個 抽獎的那個錄影 放在頻道上 備查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就先這樣 那關於風味的部分呢 就是 大家 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先買到一個冰滴壺的話 你就是多去使用它 然後你可以體驗出不同的風味 因為畢竟 透過一個螢幕 你真的也是很難知道 我所說的風味 到底喝起來是什麼 所以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你真的喜歡的話 多嘗試 所有的咖啡器材都一樣 多嘗試 然後你就會玩出 你自己的一片天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掰掰